儿子工伤致死,公司赔了一大笔钱。 我把属于我的那份钱都给了儿媳妇和孙子。 后来我生了病,儿媳妇却直接把我赶出家。 身无分文的我最后冻死在公园里。 再睁眼,回到儿子刚去世不久。 儿媳妇哭哭啼啼说孙子以后生活没保障, 如果我不给他买房子,就带着孙子去改姓。 我说,妈! 儿媳妇眼前一亮。 我递给他户口本,你这孩子真是粗心, 户口本不拿,怎么改姓? 儿子工作时被垫死,公司怕出影响, 赔付了我们家三百万。 除此之外,未来十年每个月工资都照旧打到银行卡里。 钱到账以后,我把那张工资卡给了儿媳妇, 又给了二百万,剩下一点钱留在自己的手里。 给了钱以后,本来不愿意跟我住的儿媳妇把我接进城里。 后来在儿媳妇的窜桌下,我把村里的房子也给卖了。 她说,自己要去工作,让我帮忙看孩子。 丈夫去世得早,儿子又英年早逝,我自然是非常疼爱这个孙子。 吃的用的都给他买最好的。 然而一起住以后,儿媳妇不但没给过生活费, 还经常以孙子的名义找我要钱。 孙子要交学费,要买平板,要买新衣服新鞋。 零零总总算下来,一个月给了他两万。 也许是觉得,这样要钱太慢了。 儿媳妇已给孙子改姓要挟我, 让我用剩下的钱给孙子买套房子。 我思想传统,直接就答应了这件事。 等我把房子买了,儿媳妇的态度也就变了。 平日里爱答不理也就算了,还总是动手。 我一把老骨头又寄人篱下,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后来我脑出血,落下残疾,还没有出院,媳妇就不来看了。 我躺在病床上,吃喝拉撒没人管,每天臭哄哄的。 好在我的主管医生是个好人,给我垫付了医药费, 我才能顺利出院。 出院以后,儿媳妇把房子卖了搬了家,明显就是躲我。 没有钱的,我只能在垃圾厂捡垃圾,每天拿着个破碗到处要饭。 直到那天下了大雪,有两个喝醉了的中年男人在桥洞底下打了我一顿。 我拖着疼痛又残疾的身体去了公园,躺在公园的躺椅上, 最后冻死在公园里。 身上的那股冷意还没消,我一睁眼回到了家里的客厅。 而媳妇哭哭啼啼,我真怕哪天有个意外,我也没了。 小景有个房子有个保障,不至于以后连个媳妇的讨不着。 这话听起来实在熟悉。 我四周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真的重生了。 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那么这一次我不要准备要脸了。 就算是所有人都骂我虐待儿媳,说我是个坏婆婆,也比冻死在外面的好。 我拿起茶杯抿了一口茶,看着儿媳皱在一起的那张脸。 以往总觉得她一个女人带孩子不容易,心疼她。 可如今一点都不觉心疼,只觉得恶心。 不是给了你二百万,还不够给小景买房子吗? 而媳妇愣了一下。 那二百万,我们还要生活。 你现在不是已经工作了,挣的钱不够生活吗? 而媳妇又说,我那点工资养一个人都费劲,况且我们房子还没有还完贷款。 我是农民出身。 拼死拼活一辈子,才勉强给儿子凑够了房子钱。 可是当初要结婚的时候,儿媳妇家将彩礼从二十万改成了四十万。 至今这套房子还没有还完贷款。 如今,我没有养老金也没有房子,自然是要把这点钱紧紧地攥在手里。 看我迟迟不松口,儿媳妇使出最后杀招。 现在小景完全是我在养,我家又没有儿子,我爸说想让他随我姓,这样以后他的亲戚还多一些。 这话就是在威胁我。 我丈夫家三代单传,只有小景这一个后代,又是个儿子。 以前我总想给他家留个后。 所以,在上辈子儿媳妇一提出来,我就立马答应了他的要求。 可现在想想,这孩子又不随我姓,愿意改就改呗。 我低下头沉思片刻,抬头对他说,慢。 儿媳妇眼前一亮,表情里写着,志在必得。 我回房间拿出户口本,直接递给他。 改姓是不是需要户口本,你快拿着,顺便把小景迁到你家户口上吧。 儿媳妇见状傻眼了。 他愣在那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我又往前递了递,快拿着呀,傻孩子。 我还是跟家里再商量商量吧,毕竟咱家就这一根毒苗了。 儿媳妇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在一个户口本上,我死了钱都是孙子的。 可一旦是移出去了,这钱是谁的还不一定。 解决完这件事,我就去了一趟医院。 上辈子节省,苦惯了。 有个头疼脑热也不舍得去医院,所以我有高血压都不知道。 最后导致脑出血。 经历了这么一遭,我才知道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直接挂了上一世给我付钱的医生的号。 仔细一查,果然有高血压,还是高危。 医生可能看惯了我这种农村妇女,知道我在这方面节俭。 开药的时候都给我开很便宜的药,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吃。 我把药单递过去,对他说,医生,我一定好好吃药,我有钱,你给我开最贵的吧。 医生不愿意。 我直接就给他看了银行卡余额, 医生这才放心地给我开了一堆药。 回去以后,我就盘算着去找个高端养老院。 以前总觉得在村里住也挺好的。 可现在想想,如果不是上辈子住在城里, 我脑出血发作的时候,可能到不了医院就死了。 所以我每天去接孙子的时候,都会顺便留意一下。 看有没有养老院的信息。 既然要住,我就要住最好的。 要住高端养老院。 这段时间,孙子也有意无意地跟我提买房子的事。 奶奶,我们同学都笑话我们家房子小,你能不能给我出钱买个大房子。 我知道,儿媳妇还没有死心。 想要孙子跟我撒娇,然后让我心软。 可上一辈子,我掏心掏肺给孙子。 可是在我要饭遇到他的时候,孙子小脸一黑,小眼一翻。 奶奶脏死了。 老畜生,你离我远一点。 她还抢走了我碗里的钱,一边抢一边叫嚣。 你的钱都是我的,你不给我,我就打死你。 想到这里,我冷冷一笑。 成功扮演起恶婆婆的角色。 咱们家房子小还不是怪你妈,你看你妈成天不是买化妆品,就是买新衣服,把卖房子的钱都花完了,以后你娶媳妇的钱也没有了。 当天孙子就跑去跟儿媳妇说,妈你能不能不要乱花钱了,你现在花的都是我的钱,打扮得那么骚干什么呀,准备去勾引男人啊。 老天爷,后面的话可不是我教的。 当天晚上,孙子的哭喊声响彻整层楼,外面的声控灯忽暗忽亮,我本来想着搬出去就不跟儿媳妇和孙子来往了。 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我去看养老院,竟然意外碰到了儿媳妇。 儿媳妇身边跟着一个男人,两个人搂着抱着,动作非常暧昧。 他们上了路边的车,我连忙打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师傅说跟上那辆车。 司机师傅笑了两声,阿姨,你还挺潮。 接着一脚油门,司机师傅的车技不错,一路上紧紧地跟着那辆车。 最后在一个酒店面前停稳,而媳妇和那个男人下了车,再看到男人脸的那一刹那。 我直接就愣住了,不会错的,这张脸我不会认错。 在我死的前一个晚上,那两个男人重宠打了我一顿,这男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还记得他一边打一边骂。 老畜生,你怎么还不去死? 为什么要给别人添麻烦? 我没有进去酒店桌间,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而媳妇是什么时候出轨的呢? 我突然想起来,在儿子出事前,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的他,情绪非常低迷,一直说想家了,要离婚。 儿子死以后,他的遗物被公司收起来交给了我。 我怕赌物私人,从来没有翻过。 想起来这件事,我找到了儿子的手机。 好在儿子的手机没有密码,我打开以后,看到他跟儿媳妇的聊天记录。 你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小景是我的孩子,还是他的孩子? 回电话。 聊天记录的日期,就是在儿子去世当天。 那天他是夜班。 看到这些,我心口像是被人揪住了。 大气喘不上来,胸口那里一阵阵的疼。 我儿子是操作失误。 可是导致他操作失误的原因,肯定儿媳妇脱不了关系。 等我冷静下来以后,我告诉自己,这件事不能就这样过去。 儿媳妇不配拥有我儿子的赔偿金。 三我苦思冥想一晚上,也不知道该如何把那二百万要回来。 上一辈子,我知道儿媳妇给了他爸一百万。 美称暂时存在那里。 还有一百万也没在他手里。 他说是花了。 现在想想,可能是在那个男人手里。 这导致我决定了一件事。 看一看孙子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老头子和儿子已经去世了。 要做亲子鉴定,只能从那个男人下手。 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打听到。 那个男人叫罗姨,和儿媳妇是小学同学,两个人初中就在一起了。 儿媳妇家里并不同意罗姨,棒打鸳鸯之后,托人介绍了我儿子。 这个罗姨真不是什么好人,初中的时候是个拒接溜子。 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豪赌还暴力,但他智商又不是很高。 我跟着他跟了半个月,成功等到他去理发店理发。 等罗姨走了,我悄悄收集起一柳他的头发,送去检查机构,结果令人痛心。 孙子不是我的亲孙子。 老头子和儿子都是憨厚的人,我就说生不出孙子这种人。 痛心棘手过后,我决定先把房子收回来。 我对儿媳妇说,可以给孙子买个房子,但我人老了需要一个保障,我想把现在这个房子写上我的名字。 儿媳妇刚开始是不愿意的。 妈,这个房子还没有还完贷款,如果过户的话,需要掏几万块钱的手续费。 我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房子还剩二十万就还完了,你把这二十万还了,房子写上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里所有的钱给你。 赔偿今剩的那一百万,再加上我们之前的积蓄。 我手里大概有一百二十万。 这个钱,儿媳妇是知道的。 否则她也不会张口就要一百二十万的房子。 儿媳妇还是不肯。 那你把剩下钱付了,房子过了户,给小姐买房子不就行了?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我威胁她说,我一个老婆子,再拿住不行。 这段时间,我对儿媳妇的态度不算特别好。 以前我害怕给儿子添麻烦,对儿媳妇都是恭恭敬敬,有求必应。 可能是摸透了我的脾气,知道不像以前那么好要钱了。 儿媳妇话语软了下来。 这件事,我在考虑考虑。 用二十万换一百万,根本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当天晚上,儿媳妇就来找我,说明天就去还完贷款。 后天过户。 看着写上我名字的红本本,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 之后,儿媳妇经常催促我去给孙子看房子。 我有时候敷衍过去,有时候装听不见。 不过这段时间,我对孙子变得更好了。 经常当儿媳妇面说,小景啊,你是我们老李家唯一的独苗, 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的钱都会给你。 过了大概两个星期,孙子还没放学,儿媳妇就把她接回了家。 两个户口本放到了茶几上。 儿媳妇一脸得意。 骂我家里说给小景买套房子,但前提是先改姓,我带她去改了。 不过您放心,这个姓也好改回来。 改了? 我拿起户口本看了看。 李锦诚改成了张锦诚。 儿媳妇还在旁边表演。 主要是我爸着急,毕竟我家也没有后代。 我看着那个户口本,突然喜笑颜开。 拍了拍手。 太好了。 儿媳妇愣住,估计以为我疯了。 我把户口本放下,接着去他们房间推出来两个箱子,直接打开门扔外面。 既然性改了,那就不是我们李家人了。 我指了指儿媳妇和孙子,你和他都给我滚。 四,你疯了。 儿媳妇皱紧眉头,你扔我东西干什么? 你俩赶紧给我走,回你家去吧。 我懒得再跟他废话。 把他们俩个人赶出去以后,直接就关上了门。 今天他偷偷拿我户口本,我就觉得他是去改姓了。 这也正随了我的意。 我本来也不想这个孙子随我们家的姓。 咋! 刚开始,儿媳妇还在外面好言好语。 妈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让我们进去好好谈一谈。 你别生气,大不了我们就再改回来。 你快放我们进去,好多人看着呢。 后来他急了,称呼直接变了。 老畜生,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霸占我的房子。 你要不要脸。 儿子死了,就把我们娘俩赶出来。 你不认我,你还不认你的亲孙子了吗? 他坐在地上鬼哭狼嚎,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我在里面听着,不为所动。 直到有警察敲了门,我才把门打开。 一打开,好家伙。 楼道里都站满了人。 警察怕影响不好,让我先把媳妇放进去。 不了,就在外面说吧。 你凭什么把我们赶出来? 而媳妇指着我,表情猙獰,你儿子死了。 你霸占着她的赔偿金,还抢了我们的房子, 又把我们孤儿寡母赶出来。 好一个倒打一耙。 周围人都对我指指点点。 看我就像看电视剧里饿婆婆。 我以前要脸面,生怕别人说我磕戴儿媳妇。 所以忍气吞声,吃了不少的苦。 可现在我明白了,要脸就是不要命。 没等她指责完。 我直接就坐地下了,哭得比她声音还大。 天地良心诶,我什么时候这么对你了? 我儿子死了,你不孝顺我不说,还寄予我兜里的那点钱。 我有高血压,你不带我看病不说,还每天把孩子扔给我,不管不顾。 而媳妇说,我不是为了挣钱养这个家吗? 我儿子的工资照发,你一分钱都不拿回来,挣钱养哪个家? 而媳妇眼珠子一转,把话题转移到孙子身上。 她眼泪说掉就掉,把孙子往我前面一推。 妈,你可以不认我,但是你不能不认你孙子吧,我是外人,但小景可是你亲孙子。 是吗?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小景真是我亲孙子吗? 儿媳妇脸瞬间就白了,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 是,当然是。 她理直气壮起来,小景不是李家的是谁家的,你现在是准备污蔑我出轨了吗? 我冷哼一声,要想人不知,除非几莫为。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还有人举起手机。 警察同志怕这件事越闹越大,直接把我们三个带去了公安局。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坚持她给孙子改了姓就不再是我们家人了。 房子写在我的名下,又是我出的首富,自然是我的。 我有权利让人住还是不住,儿媳妇没有我无赖。 最后,这件事算我赢了。 把儿媳妇赶出去之后,我开始盘算儿子工资卡的事。 我本来想去儿子公司说明情况,可当时公司跟儿媳妇签了合同,恐怕不愿意管这件事。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开始收到了一些快递。 花圈,遗像,纸人,还有让我去死的血书。 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这些自然是吓不到我。 小区里的人也开始对我指指点点,有时候还当着我面说,这就是那个坏婆婆吧。 听说她为了霸占钱把媳妇和孙子赶出去了。 不给媳妇伺候月子,还动不动窜多自己儿子离婚。 天哪,不怕遭报应吗? 我本来以为,这些消息是吵架那天传出去的。 结果村里的大直告诉我,儿媳妇开了个视频号,直播骂我。 我顺着她提供的账号找了过去。 儿媳妇没有直播,但是发了很多小视频。 视频里都是在说我有多么奇葩,还编转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事。 我把那些视频都看完了。 这时大直给我打电话,让我放宽心,最近别出门也别回村里了。 我答应着,问她怎么开直播。 姑,不用开直播,我告诉你怎么举报她。 不用,你就教教我怎么开直播就行了。 在大直的指导下,我很快就弄好了一个直播账号。 账号的名字我也想好了。 儿媳妇叫张张,我就名字就叫张张的婆婆。 儿媳妇一般晚上八点开播,我守着那个点。 八点一刻,我也开始了。 刚开始直播间没有多少人。 后来经过一些人宣传,很多人都涌入我的直播间。 不过这些人都是来骂我的。 我看着那些弹幕,一个个回答。 是,我是张张的婆婆。 没有,我没做过那些事。 没有给她伺候过孩子,因为她不让我过去, 当时给钱让她去住了月子中心,又请了两年月扫。 我说完这句话,直播间风向就开始变了。 有人说,这种婆婆还坏啊。 我澄清了很多问题,一直到有人问, 你开这个直播就是为了否认这些事的吗? 不,我是来跟张张要钱的。 我坐直了身子,直视屏幕。 刚才看到了,弹幕说儿媳妇已经下播了, 估计已经过来看我直播了。 张霞,你诽谤我我原谅你, 但是我儿子的赔偿金你准备什么时候还我? 那是我儿子拿命换来的钱,你不配拥有。 这时弹幕有人说,怎么就不配了? 她是你儿子的媳妇,孙子也是你儿子亲生的。 我眯起眼睛,所以我准备告张霞骗婚, 当初跟我家谈的时候,明明说好彩礼20万, 结果坐地起价,婚礼当天把彩礼涨到了40万, 还有她的孩子,不是和我儿子亲生的。 弹幕突然清空了。 没几秒,好多人刷屏。 666这么大的瓜。 我看着屏幕,就像看着张霞。 我儿子死了,老公死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办法证明这件事, 可你别忘了,你儿子亲爹没死。 我说完这句话, 我直接下播。 之后, 我的视频在网上小火了一阵, 张霞则也没有外出现过。 后来我听说他给李锦诚, 不,现在已经叫张锦诚转了笑。 一周以后,儿子的公司亲自联系我, 让我去财务那里一趟。 成功把儿子的那张工资卡拿了回来。 不过我还是有点焦虑, 我得把那200万拿回来。 如今和儿媳妇闹翻了, 直接要肯定是要不回来。 打官司要拖上一年半载。 能不能成功还两说, 我那个亲家, 是个要脸面的人。 当初一边跟我们按出戳药材里, 又一边拿小女儿卖惨。 说小女儿得了重病, 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 让我们不要声张, 否则小女儿不好找婆家。 我收拾行李, 回了村里一趟。 找了几个朋友, 直接杀去了亲家那里。 刚开始,亲家还很豪横, 怪我不给儿媳妇留情面, 让他们家丢够了人。 都是一个村里的, 他家名声都臭了。 我笑着没说话, 从包里拿出那份亲子鉴定。 亲家脸色瞬间就黑了。 我来也不是为了别的。 我悄悄桌面, 我知道张霞给了你家一百万, 把那一百万还回来, 否则我就把这张纸印上几百份, 当宣传单发。 亲家指着我说, 威胁我是不是? 发这个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儿子被戴了绿帽子, 还给别人养孩子, 传出去多难听。 我儿子都死了, 传就传吧。 我摊开手, 可是你闺女还活着吧? 你小闺女还没有嫁人。 我截然一身, 没有什么好怕的。 亲家脸色更臭了, 不过在金钱和脸面面前, 显然她更想要钱。 她把我们从家里赶了出去。 不过, 我也有别的办法, 我和我那几个朋友, 每人拿了一个小马扎, 轮班在她家门口坐着。 什么也不干, 白天晚上坐着。 他们半夜想要搬去别的地方, 我那几个老姐妹就跟着一起去。 亲家从她自己家搬去了她大舅家。 我们就从她家门口搬到她大舅家门口。 这样守了好几日。 他们正常人还好, 可是她家的小女孩是个病秧子。 半夜发病, 要去医院。 我那些个老姐妹拦着不让进。 十几分钟, 一百万就到账了。 当然敢这么做, 是因为里面有个老医生。 她看着时间, 肯定是不会闹出人命。 这一百万刚到手, 张霞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个老不死的, 怎么这么不要脸? 张口就骂。 骂得格外难听。 我等她骂完, 直接骂了回去。 我比她多活这么多年, 脏话学得也多。 几句她就没声音了,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不过,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另外一百万我还没想到办法, 办法就给我送上门了。 我在村里待了几天, 请我几个老姐妹好好吃顿饭。 接着就大包小包, 拿着东西回了城里。 到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了, 我在楼下看到我家亮着灯。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难道有小偷? 我直接拿电话报了警。 当警察来了以后, 我才敢跟着他们一起上楼。 毕竟我这老胳膊老腿, 如果直接跟小偷硬钢, 恐怕要没命。 等我们打开门, 入幕满地狼藉。 此时张景成还在砸东西, 橱柜上的瓷器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 老畜生, 你个臭傻逼。 让你欺负我妈。 让你抢我的钱。 他骂了一通以后, 意识到有人看自己。 扭过头, 看到我和警察。 瞬间愣住。 我这个孙子还是有点聪明。 看清楚局势以后, 竟然朝我走过来。 低眉顺眼地叫我一声, 奶奶你回来了。 警察听到这个称呼, 立马明白了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家务事, 不想掺和太多, 于是要走。 警察同志, 你们别走, 我不认识他。 我指着孙子问, 这算不算入室抢劫? 孙子小脸刷白, 联盟对我说, 奶奶你看清楚一点, 我是你孙子景成啊。 我依旧坚持不认识他, 指着那一屋子的碎片, 问警察, 你看, 这像我孙子该干的事吗? 我真不认识他, 警察同志, 你快把他带走吧。 不管张景成怎么说, 我都咬死了和他不认识, 警察还是把他带走了。 他们跟我说, 这不算是入室抢劫。 不过临走之前, 警察让我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如果没少, 算是非法破坏他人财产。 我立马心领神会, 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突然发现, 我银行卡没了。 警察同志翻了翻他的兜, 真的掏出来一张银行卡。 得了。 就算不是入室抢劫, 也算盗窃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刚刚过了14岁的生日, 我还送了他一个平板电脑 当生日礼物。 张景成被抓第二天, 张霞就跑过来了。 他一见我, 二话不说, 直接就跪下。 妈, 看在我们以前是一家人的份上,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小景吧, 他还是个孩子, 他也叫过你奶奶呀。 他可不是个孩子了, 他还会砸东西, 吓人得很。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在他面前说你的坏话, 妈你高抬贵手, 小景刚考上高中, 正是大好年龄, 如果坐牢这辈子都毁了, 求你了妈。 遛他哭的眼泪, 一把鼻涕一把。 我知道。 我这个儿媳妇虽然不怎么爱我儿子, 可是很爱他儿子。 从小就给张景成买最好的东西。 最穷的时候, 省吃俭用也要给他报复捣扳。 他是真的想给他铺一条路出来的。 我说, 这件事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把剩下的那一百万还给我, 我就去撤诉。 听了这话, 张霞面露难色。 那一百万, 我问, 怎么了? 没在我手里。 在罗伊手里。 从我嘴里听到这个名字, 张霞很是诧异。 他点头,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没有这钱, 免谈。 张霞失魂落魄地走了。 他离开以后, 我在网上找了个电话, 直接打了过去。 两天以后, 张霞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要来找我。 结果半个小时候, 他没来, 罗伊来了。 我一见他, 就没让进。 张霞呢? 不是他要跟我谈。 他来不了了, 我来跟你谈一样的。 罗伊露出来个跟上仪式一模一样的表情, 让我不寒而栗。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让我进去吧。 我说, 还是别了吧, 就在门口谈吧。 罗伊活动了一下手腕, 发出来咯吱咯吱的声音。 还是进去吧, 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我让开门。 罗伊走进来。 听说你要让我儿子做, 老还没说出来。 他就往后退了两步。 客厅里站了六个黑衣壮汉, 胳膊都比他的大腿粗。 我笑得很和矮。 经过了上一辈子的事, 谁还不长点心眼。 我有钱有闲, 找个安保公司, 岂不是简简单单。 我在他背后说, 都跟你说了, 还是在外面谈比较好。 罗伊被几个壮汉吓破了胆, 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他保证, 晚上就会把钱打过来。 接着鞠躬道歉, 跑着离开了我家。 然而, 晚上那份钱, 却没有打过来。 后来我才知道。 张霞答应我以后, 回去跟罗伊说这件事, 罗伊二话没说, 就把他打了一顿。 这个人天生有暴力倾向, 打得很严重。 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也没有下来。 等罗伊从我这里回去以后, 他跟张霞说谈妥了, 却连夜收拾了行李, 直接跑路了。 那一百万, 我到底也没有收回来。 恐怕早就被罗伊赌博输掉了。 想起来我就生气, 一怒之下报了警。 警方答应我, 一定尽力逮捕。 至于张景成那边, 没有钱, 我自然没有办法履行承诺。 张霞来找了我好几次, 我连见都不见。 后来被他搞得烦了, 直接收拾东西, 住进了养老院。 养老院可是个好地方, 管吃管住, 没有我同意, 还不允许探视。 听说我家这件事以后, 我好几个远方亲戚也找来了, 一个个争着要给我当孙子。 我可不缺孙子。 我用这些钱每天吃喝玩乐, 想着等死了以后, 就把这些钱捐出去。 到时候设立个奖, 就叫做安全生产奖。 悠哉悠哉过了两年, 警察跟我说抓到罗伊了, 只不过钱没有追回来多少。 尽管只有几万, 我还是去了一趟警察局。 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张霞。 短短几年的功夫, 他变化太大了。 整个人驮着背, 拿着垃圾袋在大街上捡垃圾。 我观察了一会, 发现他的腿有点瘸。 后来别人跟我说, 这是罗伊打他那次留下的后遗症。 我问他怎么不回村里。 他父母早就不认他了。 大侄一边嗑瓜子, 一边跟我讲八卦。 他小妹找了个对象, 他父母怕他丢人, 不让他回去, 也不给他钱。 听到这件事, 我有些唏嘘。 胆凯有些报应,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大侄问我, 姑, 我问你个问题, 你这么有钱了, 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心愿啊。 当然是有的。 如果可以, 能不能再让我重生一次。 这次我不想要钱了。 我想要我的孩子。 想到这里, 我低头喝了一口茶。 漂亮的小护士过来夺走我的茶杯。 奶奶早就跟您说过了, 高血压不能喝茶。 好, 高血压不喝茶。 我看向远方, 太阳要落了, 可月亮也会升起来。 我又闭上眼睛了, 再睁眼。 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她喊我, 妈。